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进入赛下族音乐的内容与特色方面 主要在音乐方面的呈现就是矮灵纪的祭典所使用的歌乐 根据黑泽龙潮的台湾高沙族音乐来看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时候 赛下族有保留四度与五度的平行唱法 也就是类似于西洋音乐历史上复音初步形成时期的 所谓的Organum的肢体现象 并且在过去似乎也有使用弓琴、口黄琴之类的乐器 但是现在几乎都不再使用 复音唱法也消失了 在歌乐的旋律特征主要就是缓慢跟长音 听起来有一种严肃神秘的气氛 这个矮灵纪的歌乐呢 一共有十五张的歌乐 那么也都会配合五部 到某个仪式的时候 一定会进行那个五部 以及那一首歌曲 这一些歌曲 它在名称上跟一般的歌曲不同 就是都是以植物的名称来作为歌曲的名称 那么这些植物的名称呢 也时常是这个族当中的不同的姓氏 在旋律的特征主要跟泰雅本族有点相似的 就是都由一个小三度加一个小二度 构成的完全四度的三音音阶为主 但是它在这些音上比较常加一些装饰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小二度的装饰 那么听起来就更加有神秘的一种感受 现在我们可以来聆听一首矮灵记的既歌 它是属于开头段落的既歌 就是矮灵记里面的迎神这个仪式 是属于开头的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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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地链记里面的既歌 是属于开头的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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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们所聆听到的可以非常明显的察觉 就是以一个四度的音响为主 也就是在四度当中呢 偶尔在高音上往上大二度做一个小小的装饰 但是四度中间的那个 我们方才提到的小三与小二的小三度音程呢 几乎是在这里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就更加的有一种 比较矮板的冗长的但是更加仪式化的严肃 在此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另外一段 我们可以聆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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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比较能够明显听到了 小三度加大二度的一个音高结构进行 但是在中间的那个音我们也有时候听到小二度的装饰 那么在这个缓慢的旋律进行时 小二度的出现自然就会让音乐更增添一丝 神秘感 我们提到过在赛下族音乐当中 由于整套的矮琳琪琪歌占了大多数 其他的歌曲几乎所剩无几 也被他们所遗忘了 但是仍然我们可以找到一点点的例子 例如有一首称为感谢歌 在这个感谢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齐唱的另外一种变化 就是领唱与答唱 所谓的类似西洋音乐历史上的responsor的肢体形态 那么我们可以来稍微聆听一下这首感谢歌 又如何在此表发设的下生意 是一位爱的歌曲 不光是有种类的歌曲 不光是一位爱的歌曲 在这首节目上有uno含有请算是一位爱的歌曲 不光是一位爱的歌曲 不光是一位爱歌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足音乐的介绍就到此 谢谢各位的收听猫头鹰论坛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